父亲身患癌症 死前最大的心愿 是参加我和女友的婚礼 婚礼现场 本该登台的女友却不知所踪 我给她打了二十多个 她都不肯接 我跪在父亲坟前磕头时 女友的摄影师前任 在朋友圈发了私房照作品 女友穿着被撕破的婚纱 搔手弄姿九个姿势 她的配文是 你最美的样子 只能我一个人拥有 我点了的赞 彻底心思 我的婚礼变成父亲的葬礼 所有带着笑容 来参加婚礼的宾客 最后都哭着在坟前叩手 后世傍晚已经是深夜 亲戚们满脸同情地安慰我 继承 人生要学会往前看 你爸爸肯定不希望 你困在回忆里 我麻木地对每个人鞠躬道谢 眼睛很疼 但眼泪已经干涸 再也哭不出来 今天是我和柳如烟 恋爱七周年纪念日 也是我们提前订好的婚礼 可婚礼现场 原本应该穿着 婚纱登台的柳如烟 却不知所踪 他手机关机 我怎么也打不通 我父亲当场倒地不起 他本就是癌症晚期 年纪太大 医生不建议继续治疗 我想带他出去旅游 度过最后的时光 他却拉着我的手 对我说 如果爸爸能亲眼看着你结婚 步入幸福的礼堂 那爸爸这一辈子 就没有遗憾了 为此我每天 向柳如烟求婚一次 一个月时间里 我把膝盖都跪出淤险 可他始终说 求婚一事不够惊喜 不肯答应 最后一次求婚时 我为了满足他要的惊喜 自己弄了个滑翔伞 跳下悬崖 在空中 向他举起了求婚的横幅 落地时 我不慎撞上石头 把受都撞得骨折 柳如烟总算答应了 我的求婚 我以为 七年时间种得花开了 很快就会结果 可我没想到 这个果子竟然把我父亲送上死路 婚礼现场 为了找失踪的柳如烟 我没发现父亲晕倒在角落 等发现时 已经来不及送他去医院 他奄奄一息握着我的手 语气满是遗憾 继承 不要难过 爸爸的身体本来也到头了 你找到如烟以后 不要跟他吵架 有话好好沟通 夫妻嘛 就是要 他没有把话说完就咽了气 我也不知道夫妻到底之间到底要怎样 在我五岁的时候 我母亲就因病过世 这么多年 是父亲一个人又当爹又当妈 把我拉扯养大 我很想问问我爸 现在的我应该怎样和柳如烟相处 可他已经长眠地下 再也无法回答我 所有宾客都走后 我再次给柳如烟打去电话 我想给父亲一个交代 也想给七年的感情最后一次机会 可当我打开手机时 朋友圈的红点却吸引了我的注意 柳如烟的前任讲义 在朋友圈发了他自己的私房作品 还顺手艾特了我 而照片上穿着婚纱 搔手弄姿的女模特 是我的新婚妻子 柳如烟 婚纱是我半个月前 亲自陪他在店里挑选 花了三万块买下来的 昨晚他抱着婚纱在我面前转圈 激动又兴奋的模样 仿佛还在眼前 继承 我要穿上最美的婚纱嫁给你了 你上辈子到底是做了多大的好事 才能娶到我啊 现在我看着他穿着婚纱拍的路股照片 整颗心几乎被撕成碎片 我上辈子如果真做了好事 老天爷为什么这么惩罚我 胃里一阵翻涌 弯腰一阵呕吐 手指不小心悟出到柳如烟的电话 这一次 他居然接了 继承 你怎么打了这么多电话给我 二 他声音疑惑 好像真的不知道今天到底是怎么日子 我几乎把胆汁都给吐出来 听到我的呕吐声 他有些着急 继承 到底出什么事了 你说话 紧接着 电话那头传来讲义的声音 如烟 你要去哪 我们的私房照还没拍完呢 柳如烟急匆匆说道 继承好像不舒服 我得回去看看他 私房照改天再拍吧 但下一秒他又柔声撒娇 那再让你拍一张吧 就一张 拍完我就要回去了咔嚓咔嚓的拍摄声 和柳如烟故作强势的斥责声 一同转进我耳朵 不能再撕了 等我和继承半婚礼的时候 还要穿这套婚纱呢 别 好痒 手机从我手上滑落 掉在地上 我无声地笑出声 灵魂却像被一刀劈开 撕心裂肺地疼 我恍惚间想起我和柳如烟的相识 是因为酒店的一场大火 那是在一座网红旅游城市 我去那里出差入住了酒店 而柳如烟和蒋亦一起出来旅游 也住进酒店 深夜 蒋亦的充电器爆炸 引发大火 他一个人穿着内裤冲出房间 还反手关上门 把柳如烟困在了房间里 柳如烟的惨叫声传来 我扛着灭火器砸烂房门 义无反顾地冲进去救他 只因为柳如烟是我暗恋三年的大学校友 他和蒋亦在一起的三年 我从没想过去打扰他 不料一场大火让我们再次有了交集 大火扑灭后 他和蒋亦在酒店门口大吵一架 两人分手 他身无分文 我亲自送他回家 他开始经常约我吃饭 久而久之 我们成了恋人 七年时光里 我无数次看着他在我怀里熟睡的脸庞 感谢上天给我这个机会 照顾他一辈子 我以为 我能照顾他一辈子 可三个月前 在他答应我求婚的那个夜里 他深夜接了个电话出门 没多久就发了几张在吃饭的照片 照片里出现另一个男人的手 他回来后 我没有跟他吵 只是收拾好了行李 我是爱他 心甘情愿地当他的舔狗 但我也有自己的尊严 我提着行李要走的样子 刺激到他 他吓得大哭一场 最终承认是蒋毅回来了 约他喝酒 他喝多了就一个人去酒店开房 睡了一晚 当时的我 甚至没有怀疑他后半句话 只是觉得不可置信 他竟然还会和蒋毅来往 毕竟七年前那一场大火 蒋毅抛弃了他 他差点没命啊 他坐在沙发上哭了一整晚 哭得我心疼 他对我说 继辰 你相信我 我绝不会再和他 有超过朋友以外的感情 我们公司和他有个合作 合作结束后 我就再也不会见他了 我信了他的话 沉浮在他的眼泪之下 再加上我父亲癌症住院 我又要工作 又要在医院照顾父亲 实在没时间去计较太多事 可我的容忍 换来他的得寸进尺 他不仅变本加厉地和蒋毅见面 甚至还选在我们的婚礼这天 穿着我买的婚纱 给蒋毅当私房照模特 喝 我苦笑一声 捡起了地上没有挂断的手机 对着那头说道 柳如烟 我们分手吧 那头没有回应 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听到 就在我想确认一下的时候 眼前突然一黑 我晕了过去 三 墓园的保安发现我 把我送进医院 医生说我是悲伤过度引发的胃颈栏 要好好休息 我在睁眼时已经是第二天中午 柳如烟竟然站在床边 护士小姐叮嘱我 贬低打完的时候你叫我 我来给你换药水 也许是护士小姐的温柔 让柳如烟不舒服了 他瞪着护士小姐直到离开 转头就气冲冲地对我说道 记沉 你在搞什么鬼啊 进医院不知道跟我说一声吗 害我满世界找你 昨天我也满世界找他 可现在我甚至不想看到他 我平静地问道 我怎么跟你说 我晕倒了柳如烟一愣 才意识到自己问了个愚蠢的问题 他尴尬地避开视线 递上来一个打包盒 盒子里装着的五个生蚝 昨天讲义急需一组照片去参加比赛 找不到模特才让我去临时救场的 别生气了 他听说你住院特意让我给你打包带来的 让你补补身体 我看着生蚝 想起了上午讲义在朋友圈里更新的照片 照片上的柳如烟正低头给他弄生蚝 满满一桌的生蚝 配文是 某个小可爱怕我太累 让我好好补身体 我把生蚝推开 不用 我不吃柳如烟的表情僵了一下 放下生蚝脸有些沉 记沉你不要太无理取闹 讲义怕你生气海 我咬牙打断他 柳如烟 你知道昨天是我们的婚礼吗 他避开我的视线 婚礼只是个形式 什么时候办都可以 但讲义的比赛错过一次就要再等一年 你能不能别再无理取闹 我心如死灰 原来 他知道昨天是我们的婚礼 他知道他让我一个人在婚礼上难堪 可他不在乎 因为讲义需要模特 他就穿着婚纱去帮忙 可我孤零零地站在台上 面对着诸多亲戚同情的目光 面对父亲突然的发病 面对路人嘲笑的眼神 我孤立无援 没有人帮我 三年暗恋 七年恋爱 我以为付出十年的真心 就能换来一个人站在我身后 无条件地支持我 原来是我想多了 他抛下我的时候没有一丝愧疚 我掀开被子起身 不想再和他待在一个空间里 婚礼不会再办了 因为我们之间再也没有任何关系了 柳如烟愣住 你什么意思 分手的意思 我打开了病房门 身后安静半晌 柳如烟手里的生蚝 直接砸在我背上 他语气冰冷又带着不屑 继承 你疯了吗 就因为我给蒋毅 当了一次临时模特 你就要跟我分手 难怪大家都说 别找单亲家庭的孩子 性格都有缺陷 我不可置信地看向柳如烟 这么多年我爸照顾你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 他跟我在一起七年 我爸一直把他当亲生女儿照顾 他家里众男轻女不喜欢他 我爸拼了命地把父爱补偿给他 他想要什么 我爸听一耳朵就偷偷买了 让我送给他 每次他不高兴 就打电话跟我爸抱怨 我的种种恶心 我爸都无条件赞他 我爸对他 比对我这个亲儿子还好 可现在他居然说 单亲家庭的孩子有缺陷 我以为我的心会痛 可我却笑了 我听到我自己说 对啊 我有缺陷 我的家庭有缺陷 既然如此 你还死赖着我干什么 我们分手不是你最希望的事情吗 我转身就走 柳如烟既然再次冲上来 挡住我的去路 眼眶有些泛红 继承 你敢这么对我说话 你爸说过 生前最大的心愿 就是看着我们结婚 既然你想跟我分手 那你当着你爸的面亲口跟我说 走 我们去找他 他拽着我的手 往楼上我爸住的病房走去 只可惜 那个慈祥的 总是觉得亏欠我的小老头 再也不会替他做主了 他带我来到了病房门口 我拨开他的手 柳如烟 我爸死了 就在昨天 你和蒋义在酒店里拍私房照的时候 他死在我怀里 临死前还让我别生你的气死 我以为我不会哭 至少不会当着柳如烟的面哭 但我站在我爸住了四个月的病房前 闻着那股熟悉的消毒水味道 眼泪却不自觉地滑落眼眶 我倔强地抬手擦去眼泪 柳如烟看着我的眼神 却满是厌恶和不信任 继承 你疯了吗 为了吓唬我 居然诅咒你自己的亲爸爸 还哭了 你装得可真相 这不是柳如烟第一次这么怀疑我 三个月前我爸叫我们一起回家吃饭 他亲自下厨 我下班的时候去接柳如烟 他说要在公司里加班 晚点自己打车过来 我回家和我爸一起在厨房里做饭 他边炒菜边对我说 继承 如烟的爸妈从小就不疼他 他受了很多苦 你是个男人要多忍让多担待 这样两个人才一起才会幸福 我点了点头答应他 和他一起把菜端到桌上 他花了四个多小时 做了满满一桌子柳如烟爱吃的菜 可直到深夜十点钟 柳如烟都没有回家 我到阳台上给他打电话 他小声跟我说 出来陪客户吃饭了 忘了跟你说 你和你爸先吃 别等我 他话音刚落 电话那头就传来蒋义的声音 宝宝 菜还没做好吗 我有点饿了 柳如烟立刻告诉我 蒋义突然发烧 我过来给他做个粥 等这边忙完了 我马上回家我想打过去时 身后噼里啪啦的一阵巨响 我爸晕倒了 撞翻了桌子 我顾不上再找柳如烟 急忙背着我爸去了医院 医生检查完说 他身体里长了一个肿瘤 已经是晚期 让我带他回家 度过最后的时光 我坐在床边 守了我爸一夜 他睁眼第一句话竟然是 你别管我 快去餐厅给如烟打包点饭菜 我把那一桌子菜给撞到了 他还吃什么 可是那一整晚 柳如烟都没给我回过电话 第二天我去他公司找他 告诉他我爸得了癌症 他也像现在这样 厌恶地看着我 你为了跟我结婚 连这种谎话也编 想用你爸来绑架我 你也太让人恶心了 后来是他亲眼看到我爸吐血 才相信我的话 纪辰 你说话 柳如烟的声音把我拉出回忆 我还没开口 他突然一巴掌拍在我的手臂上 我疼得脸色一白 直接弯腰捂住了他拍过的地方 他先是皱眉说道 别装了 我又没用力 直到看到我煞白的脸色 他才露出惊慌的表情 你怎么了 我低头不语 昨天我在墓园晕倒时 从台阶上滚落下来 手臂轻微鼓裂 没事 就算有事也不用你管 我不想再和他有瓜葛 他愣了一下 眼底闪过一抹受伤的情绪 继承 我 他的手朝我伸过来 如烟 蒋义的声音突然打断他 也制止了他朝我伸出来的手 他立刻走向蒋义 你怎么到这里来了 蒋义捂着自己的手 给你做礼物的时候划伤了 流了点血 柳如烟心疼的要命 一把握住他受伤的手指 含进自己嘴里 我看着这令人作呕的一幕 静止转身离开 身后 蒋义带着戏谑的笑音 你未婚夫都走了 你还不去追 柳如烟娇声娇气地拍了他一下 他就是喜欢装可怜 博关注而已 放心吧 过不了几天 他就会乖乖回来 哭着喊着求我跟他结婚的舞 以前我确实求过 那时候我疯了一样地爱他 爱到没有尊严 现在我不想再做哈巴狗了 我回到家洗了地走 昏天黑地地睡了一觉 深夜 我被一阵开门声吵醒 柳如烟回来了 我还没起身 就听到他在客厅里布满的喊声 继承 你把我的东西都拿出来干什么 你有病啊 他骂我的口头禅就是你疯了 你有病 我是疯了 我是有病 不然我以前怎么会死心塌地地 爱着他这样一个女人 我走出卧室 刚想让他走 却看到他居然还把蒋义带了回来 蒋义显然喝醉了酒 满脸通红地被他放倒在沙发上 算了 懒得跟你计较 柳如烟进卧室拿走了我的被子 盖在了蒋义的身上 蒋义喝醉了胃不舒服 你快去给他煮一碗醒酒汤 越快越好 他习惯性地指挥我 我靠在门口冷冰冰地看了他半晌 没动 他有些惊讶地回头看了我一样 不耐烦道 你别误会 刚刚老板叫我去应酬一个客户 蒋义怕我吃亏就陪我一起去了 他是替我挡酒才喝成这样的 我怕他一个人有事 就把他带回来了 他总是这样 总有一些冠冕堂皇的理由 从前我还有心思跟他争论两句 现在我连开口说话的欲望都没有 出去 你和他一起我冷冰冰地命令 柳如烟的脸色越发地差异 显然没料到我会突然这么跟他说话 他还觉得我在医院里说的那些话 都是在争风吃醋胡编乱走 他大步朝我走来 一把将我推进卧室 关上门 不就是要办婚礼吗 明天就办 酒店我都重新预约好了 明天你去把钱补上就行了 他黑漆漆的大眼睛 直勾勾地盯着我 从前我最爱他这双明亮的眼睛 现在只觉得这双眼睛没有温度 一点人性也没有 你可以让蒋义去交钱 他应该会很乐意我走到床头柜前 拿出了事先买好的婚礼对件 柳如烟见我拿出戒指 眼睛亮了一下 还觉得我在说气话 他站在原地双手抱胸 得意洋洋地看着我 就好像我马上就会拿着戒指 归在他面前一样 他甚至对我伸出了手 我知道你吃蒋义的醋 毕竟我的第一个男人是他 不是你但你放心 我已经答应了你的求婚 就不会反悔你想试一下戒指也可以 但你是玩就要出去帮蒋义煮一碗 醒酒汤 否则明天我可能又会玩失踪 哦他嘴角带着戏谑又灿烂的笑容 我的眼前浮现出父亲临死前的模样 我深吸了一口气 当着他的面打开窗户 把婚礼对件狠狠扔了出去 在他惊恐诧异的目光下 我走到卧室门口拉开门 对着门外装睡的讲义和他说道 麻烦你们两个 立刻马上滚出我的家 否则我报警了 这个房子是我全款买的 虽然我是单亲家庭 但我爸很有做生意的头脑 白手起家打拼出市值上百亿的大公司 他之所以总是觉得亏欠我 就是因为我小时候他忙着做生意 根本没有多少时间照顾我 我从没有告诉过柳如烟 我爸到底有多少钱 因为我觉得那是我爸的钱 我必须靠自己打拼出一个天下 但现在我爸已经死了 他的财产全部留给我 多亏了柳如烟 我也终于发现 有些努力根本是白费力气 有捷径为什么不走呢 就像蒋亦一样 当初柳如烟家境贫困 不受宠爱 在饮料店当咬奶茶的服务员 蒋亦就果断抛弃了他 现在柳如烟在我的帮助下 进了大公司上班 开着豪车 住着洋房 蒋亦就果断回到了他身边 放着捷径不走的人 才是傻子 我当场打电话报了警 躺在沙发上的蒋亦 也终于不装网 蹭得一下站起身 继承 你别太过分了 如烟跟你在一起这么久 你敢说你的房子 他一分钱没有花吗 就算是你全款买的 他也能多少拿回点成本吧 几个警察都为难地看着我 显然也认为他说的有道理 我拿出一叠资料 砸到了蒋亦的身上 这是七年来的银行流水 柳如烟跟我在一起 一分钱没有花过 相反 我倒是为了他花了两百多万 谢谢你提醒 我会打官司要回来的六 蒋亦不信 我会把柳如烟告上法庭 毕竟我这七年来的付出 所有人都有目共睹 身为当事人的柳如烟 更不会相信 前一天还满怀期待 想跟他结婚的人 第二天会把他告上法庭 他拿着自己的行李 气急败坏地走出门 继承 如果你明天再不跟我道歉 请我搬回来 我就去找叔叔告你的状 你别以为你把他藏起来 我就找不到他了 我一定会找到他的 医院来过电话 说柳如烟满意愿地找我爸 可我提前就把消息封锁了 不让任何人告诉 柳如烟我爸的情况 我不希望他跑到我爸的坟前哭 脏了他老人家轮回的路 柳如烟带着行李 搬到了蒋亦的出租房里居住 三天 他没给我打过电话 第四天的时候 我主动联系了他 他的声音在电话里有些得意 继承 你想通了 那你赶紧来接我吧 他告诉了我蒋亦家的地址 我开车新买的跑车去了 红色跑车吸引了无数路人的注意 柳如烟提着行李从门口走出来 一看到我 眼睛都亮了 蒋亦跟在他身后 看到我的车时 眼神里全是嫉妒 纪承 你怎么买了这么贵的车 柳如烟认出我身上鼻挺的高定西装 眼睛放光 我还没开口 蒋亦就阴沉沉地讽刺道 我估计是租来的吧 纪承 你爸不是还重病住院需要花钱吗 何必打肿脸充胖子呢 我什么也没说 让柳如烟上车 柳如烟问我 他的行李放哪 我说不用带行李 他以为我要给他买新的 高兴地坐上我车的副驾驶 蒋亦走到楼梯口 突然惨叫一声跪了下去 大喊道 如烟 我的脚扭伤了 以前 他也喜欢用这些方法 把柳如烟拉到自己身边 四次都奏效 我以为 这次柳如烟也会毫不犹豫地走向他 没想到柳如烟 却只是小心翼翼地看了我一眼 纪承 这几天我想通了 我之前确实做得不对 我不该在婚礼的时候 放你鸽子 你放心 等我们办完婚礼以后 我再也不会和蒋亦见面了 我们在一起好好过日子 他抱着我的手 把头靠向我的肩膀 我内心一阵恶心 直接急刹车 让他撞在了椅背上 他不满地回头看向我时 我只是耸了耸肩 红灯他出乎意料地没有指责我 而是让我开车注意安全 一路上 他仿佛已经笃定了 我是来找他复合的 各种畅想着未来 直到我把车停在了法院门口 今天法院开庭 律师说给你打电话 你总不接 我只能亲自来接你参加庭审 我下了车 拍了拍 刚刚被他靠到过的衣服 他满脸错愕地看着我 随后气急败坏地咒骂 你真的要我还你那两百万 你有病吗 那些钱也不全是我一个人花的 吃饭的钱 你也算我一个人头上 我摇摇头 我给你花的两百万 我不要了他眼睛一亮 还没开口就被我再次打断 我想要回来的 是你上个月从我手机上偷偷转走的那一百万期 我没有告诉过柳如烟我家到底有多少钱 但我无意间拿手机时 被他看到了那一百万的存款 那确实是我悄悄存下来 打算送他一套两居室的小房子 他以前总跟我说 中国的女人生下来就没有家 小时候住父母的房子 结婚后住老公的房子 老了后住儿女的房子 所以我想给他买一套属于他自己的房子 可我没想到 他居然趁我睡着 拿我的手机转走了那一百万 原本我想着 他如果是自己用 我也不会计较 可前几天我才查到 他把那些钱借给了蒋毅 我要他把钱一分不少的还给我 律师一说出我的诉求 柳如烟就彻底破防 对我生死历劫的大好 继承不就是一百万吗 我马上就叫蒋毅还给你 我告诉你 你别以为你买了豪车就了不起 他现在炒股很赚钱 比你那点工资高多了 我看着他劈头散发的样子 突然觉得他有点可怜 因为马上蒋毅就会给他致命一击 柳如烟打电话把蒋毅叫了过来 起初蒋毅还嚣张至极 居高临下的指责我不是个男人 说我分了手就想把钱要回去 是个白嫖男 在场的观众们也都相信了他的话 纷纷指着我的脸窃窃私语 所有人都以为这场官司我输定了 直到我拿出了蒋毅和多个女人拍摄 私房照时苟且的视频 不是我拍的 是他自己亲自拍的 他是圈子里出了名的私房摄影师 平时主要的收入不是靠拍私房照赚钱 而是靠拍摄这些小视频发到各个平台 私下卖给别人来赚钱 有一部分女人是自愿的 但也有一部分女人是被下药灌酒后 非自愿的 视频一拿出来 全场观众都疯了 蒋毅脸都白了 大喊道是假的 是你想害我 我又掏出了一份新的证据 是他的银行流水 上面显示 他不止接触柳如烟一个女人 他带着摄影师的幌子 结识了很多已婚或者有钱的女人 他仗着自己的紫色 勾引这些女人 骗他们自己在炒股赚钱 要求他们投资 实际上他没有炒股 而是在赌博 赌博这种东西 没有人能赚钱 蒋毅已经输完了找这些女人借的钱 还欠下了五千万的高利贷 真相大白的那一刻 柳如烟一屁股瘫坐在地上 他泪眼婆娑地看着我 想靠近我 我却避开瘟疫一样 飞速地避开了他 柳如烟 钱我不要你还了 以后 我们再也别见了 行吧 蒋毅因为多项罪名 当场被判刑 柳如烟也因为和蒋毅的事情 被人发到网上 被人骂捞女就算了 连工作也丢了 他来找过我 可我不开门 还拉黑了他的电话 我爸一个月 既日这天 我去了花店 买了一束白菊 和一瓶白酒 来到了我爸的坟前 爸 没让他来看你 你会不会怪我 我不知道我爸 会不会怪我 毕竟他生前 真的把柳如烟 当亲女儿一样宠爱 我献上了白菊 倒上了满满两杯酒 递到了我爸的照片前 照片上的小老头嘴角带着笑容 正对我慈爱地笑着 我把他那一杯撒在地上 端起自己手上的一杯 一饮而尽 一整瓶酒 被你一杯我一杯地喝得快完了 就在我起身准备离开时 天空突然下起了大雨 我透过雨幕 看到了一个身影抱着一束花 站在不远处 静静地看着我 爸 是柳如烟 我不知道他怎么找到这里来的 或许是他在跟踪我 但这都不重要了 他膝盖上有伤口 衣服上有尘土 像是在狠狠摔了一跤 大雨淋湿他的头发 让他看起来像一阵风就能吹倒 但我懒得关心他 我挡在墓碑前 挡住他的视线 赶紧离开这里 否则我 就抱紧了后面四个字 我没说出口 他突然扑通一声 跪倒在我面前 既成对不起 我不知道叔叔真的出事了 对不起对不起 他弯下腰 把额头磕得砰砰响 水坑里的水花溅起来 打湿了我的裤脚 我回头看向了墓碑上的照片 先前还在笑的小老头 怎么看起来像在哭呢 我跪在地上 伸手去擦照片上的雨水 小老头 别哭 柳如烟的哭声在整个墓园里回荡 显得其理可怜 叔叔 对不起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早知道那天是见你最后一次 我一定会去的 对不起 让你失望了 对不起 他一直在说对不起 脸上分不清是泪水还是雨水 我回头冷冰冰地看向他 柳如烟 我爸对你不好吗 到底还要怎样对他 才算好呢 小老头恨不得把心都掏给他了 不是的 叔爸爸对我很好 真的很好 从来没有长辈像他一样爱过我 是我一时糊涂 柳如烟突然改口 从叔叔到爸爸 我一阵恶心 急忙站起身 柳如烟 婚礼取消了 我们也分手了 麻烦你 别喊他爸爸 以后也别来看他 就当从没有认识过把柳如烟瞪大眼睛 哭得不能自已 继承 你别这样 我真的知道错了 他跪在地上朝我这边挪 哭得梨花带雨 我皱眉看了他一眼 麻烦你立刻离开这里 我再说最后一遍 柳如烟又跪在地上 向我爸磕了几个头 怕我真的要报警 终于离开母院 我盯着他离开的背影 把柳如烟的照片给了保安 又给了他一笔钱 以后看到他来 就直接赶走 绝对不准他进去祭拜 保安诧异地看了我一眼 似乎想起了我是前几天 从台阶上摔下来的人 他点了点头 小伙子放心吧 我会注意啊 还有过去的人就过去了 你要记得往前看 我当然会往前看 我一回家就直接把 和柳如烟一起住过 七年的房子半价 挂在了网上出售 我还订好了 去国外旅游的机票 打算带着小老头的照片 到这个世界去看看 一个月后 房产中介联系我 说有人过去看了房子 很满意 现在在房子里 等我过去签合同 我背了个包 把小老头的照片 放在了里面 我打算等合同一签完 就直接去机场 可当我走进曾经熟悉的家时 没有见到买家和中介 只闻到了一股浓烈的饭菜香味 厨房里 一个穿着围裙的身影 正在忙碌 我甚至产生了一瞬间的恍惚 好像那个人是小老头 但很快 我又打消了自己的念想 因为那背影是个女人 还是个让我很熟悉的女人 继承 你回来了 先去洗手吃饭吧 还有一个汤就做好了 我先去看看 柳如烟穿着家居服和围裙 扎着马尾的模样 像极了七年前的她 那天我第一次带她回家 她兴奋地穿着围裙 在厨房里比划 说以后要做的嫌弃良母 一辈子做饭给我吃 可七年里 都是我在做饭给她吃 这是她第一次下厨 但我已经没有了期待 你怎么会在这里 我问完柳如烟就红了眼眶 我顿时反应过来 自己有点傻 中介口中的那个买家 应该就是柳如烟 她企图把我带回曾经的房子 找回曾经那些爱她的记忆 可她是异想天开 我甚至没有看那些饭菜一眼 冷冰冰地说 你这叫非法闯入 如果我报警 你会坐牢的柳如烟的身影一将 不像之前那样激动 而是苦笑了一声 我们之间 是从什么开始 走到了一见面就要报警的地步呢 她可能以为我会跟她追忆往昔 但我却直接戳穿她的幻想 大概是从你出轨的那一刻 开始吧 啪的一声巨响 柳如烟手里滚烫的汤摔在地上 溅满了她的腿 她疼得把嘴唇都咬破了 眼巴巴地看着我 像七年前我在大火中救她的时候 她也是缩在角落这样眼巴巴地看着我 只可惜 再也回不去了 柳如烟 我要走了 房子你想买就直接联系中介 不想买也没事 总之 我们这辈子不要再见了 我带着小老头的照片离开 去了国外到处游山玩水 没几天 我听说柳如烟真的借钱把房子买了下来 她这叫亡羊补牢 我照常办理手续 全程和中介沟通 拒绝了她想和我通话的请求 又过了一个月 我从国外回家时 听说蒋毅在前几天假装生病 借着保外就医的机会 去找柳如烟 两人发生争执 引燃了沙发 房子失火了 蒋毅死在大火里 柳如烟被救出来 但全身大幅度烧伤 不死也是个废人 她托人带消息给我 请我去医院看她一眼 我拒绝了 中间人问我有没有话想带给她 我摇了摇头 没有她这一辈子 也会带着遗憾过完一生吧 真好 全文完 中间人问有没有话想带给她